大家好 我是GrumbleUp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标示 我们讲功能篇主题就是计时码标 计时码标是可以让你自行去启动停止和记录时间的一个仪器 配合不同的标圈黑度还可以提供不同的功能 例如好像测速器可以让我们量度一些移动中的物件它的速度 至于Telemeter这个測距器可以让我们记录光和声音出现不同的时间 让我们估计出现的地点距离我们有多远 至于Pulsometer是医生的因物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电子仪器的时候 医生就靠Pulsometer配合计时码标量度病人的心跳速度 计时码标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 1821年的时候法国有个皇帝叫做路易十八 他会很喜欢跑马 而且想知道那些马已经跑多远力 于是他就委托一个法国的制标大师 叫做Nikhlas-Matthew-Rilasec 他帮他设计了一个可以量度当马匹的昔粹 跑时间的一个仪器 这就是最早的算ящ friction 算式码标的发展得益于人类 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活动 例如我们在上太空、登陆月球、赛车 以及最主要是民航的發展 當年很多飛機師都要依靠機械計時馬標量度 飛行距離、速度、燃料運用 甚至爬升速度都是靠機械計時馬標 究竟計時馬標可以分多少種 基本上經典計時馬標是兩個盤 兩個盤的意思是一個小盤是小秒針 另一個小盤是30分鐘的刻度 這是classic的設計 至於比較modern的設計是三個盤 一個小秒針盤加一個30分鐘的刻度盤 以及一個12小時的計時盤 這個可以方便我們計算比較長的時間 至於這個飛反計時Fryback是怎樣的功能 它可以讓我們按一個按鈕 是可以完成歸零和重啟這兩個動作 是方便我們去量度那些緊接活動的時間 最複雜的計時馬標就一定是 從設計開始就已經將計時功能放在這個設計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佈局打磨和功能都是比較完整和暢順 大部分都會是手動上的設計 至於模組計時馬標 就是用模組的就是他們會放在一個基礎的機心上面 加一個計時的模組 這類基本上來說會是一些比較便宜的標用的選擇 而大部分都會是自動上鏈的設計 因為那個擺陀可以幫忙遮住機心 就不用做那麼多打磨 好了我們講了那麼多關於計時馬標的歷史和它們的分別 我們看看一些出名的計時馬標 最出名的計時馬標我覺得就一定是努力士的地通拿 因為基本上這個都是大家的dream watch 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 當努力士初初推出地通拿的時候 它們是一隻手動上鏈的計時馬標 直到九十年代的時候 努力士才將真歷時的El Primero機心改裝 成為第一代的自動努力士地通拿 自從千禧年到現在 努力士的地通拿都是搭載它們自己研發生產的自動計時機心 另外一隻出名的計時馬標就是Omega Speedmaster 因為Speedmaster曾經參與過很多太空任務 更加幫助波羅十三號的太空人 因為當時機械的故障而能夠安全地返回地球 Omega Speedmaster計時馬標是供不可沒 剛才提及過Sanit的El Primero 亦是六十年代第一批的自動計時馬標 它的特色是它擁有一個每小時三萬六千吋的擺平 可以讓我們量度準確到十分之一秒的準成度 至於Tag Hoyer的Calibur XI 亦是六十年代最早的一批自動計時馬標 他們在賽車界很受歡迎 很多賽車手都選擇配戴Tag Hoyer的Calibur XI的計時馬標 我講了那麼多出名的計時馬標 我們看看一些漂亮的計時馬標 朗格Alang & Sonar的Dato Graph 基本上供應就是計時馬標的電堂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布局、打磨都是最上乘的 來自瑞士的帕特Philip 亦都不枉多樣 我們看看他們今年推出的5172 這一款亦都是手動上鏈的機械計時馬標 亦都是搭載了帕特Philip自己設計、自己生產的機心 一個瑞士、一個德國 這兩個都是計時馬標裏面最頂級、最電堂的作品 好了,今星期一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